2018年俄罗斯举办的世界杯已经结束很多天了,我国国族被受教,一直被说成白斩鸡,无奈上个节目也被要求看腹肌,一时之间男族的劣势暴露出来,同时也证明男族为什么没能进入世界杯, 男族拦着上千万年薪,随便踢个球都能拿钱,去国外比赛都是包机,在看我国女排一直稳坐世界冠军的宝座,但是出去比赛也是坐经济汤或者高铁二等座,女族更加是长期吃着简单的饭菜,男族一顿都是200元,简直是没法比,值得一些的是族协副主席李玉里提出了意见,中超收入上达26%,我的天啊, 这简直是我拿上一年薪的节奏啊,最近有报道称,在东亚杯的足球锦标赛上,U15男族已领导二惨败日本,10-0祭拜北马里亚那群岛队,本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, 但是调查大线,北马里亚群岛居住人口只有8万人,参加比赛的选手都是业余的,纯粹是喜欢,想为国出战,然而我国居然能踢过,也是不错的进步,为此你们怎么看? 不错 好